那么困难吗?我们国民党就做到了 你国民民党不是民主进步党吗? 你要比我们进步点才能够符合这个名称 可是你们没有做到 社会上对这点的观感非常的清楚 你有说过国民党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你现在竞选的是不是一个流亡政府的总统 你标榜高格调的选举 请宋楚瑜先生回答时间是两分钟 刚刚这个问题好像不是问我的 但是我必须说 我们这次的选举让全世界都在关心 但是也让我们全台湾的民众在关心 但是两边都是在抹黑 或者是讲一些有的没有的 这才是我们真正觉得 总统选举的格局 是应该谈公共的大的建设政策 所以一方面 龙涩 对不起 国民党也有 民进党也有 都陷到很多不法的情况当中 而事实上是在 1999年的时候 农业发展条例 当时不应该没有限制的 去让农舍开放 我们今天看到了很多 这些土地的分割的严重性 让我们在五年之内 可能宜兰将没有完整的耕地 十年之内 北台湾将没有完整的耕地 在这种全世界面临到 粮缺的时候 台湾自主的 这个自由安全的粮食 只有30% 远比日本的40%少 比美国的120% 法国的200%要少得很多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希望他们两个政党 能够好好去关心 不仅是农民 为什么要改农舍 而农舍的这些法令 要跟我们的农业政策 和相关的事情 结合起来谈 如果我们选举的时候 老是在谈 有的没有的 我跟马主席 蔡主席都要说一句话 2000年 宋楚瑜就是被那个抹黑的 到今天才来给你辩论 本来我应该坐在底下 来 等 来给你们鼓掌 那就是说 抹黑只是一时的 真正我们的民族的光明 是永远的 请蔡英文女士回答 时间是两分钟 谢谢 马总统 我真的很期待说 也很希望说 刚才这个问题 是你的幕僚听你写的 不是你自己的想法 真的 你讲了那么多东西 听起来不就是口水吗 那我要告诉马总统 其实宋主席讲得很对 问题是要回归问题的本质 跟他的政策面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 做国家领导人的 要思考的是政策有没有问题 制度有没有需要改变 那么人民如果违法的话 是因为制度出的问题呢 还是人民刻意的去违背法律 这才是一个执政者要去考虑的问题 执政者绝对不会拿一个个案来炒作 来抹黑他的对手 尤其对手还是个在野党 所以执政党最重要的责任 就是要检讨政策 检讨你的措施 检讨你在看东西的时候 有没有疏忽了什么事情 所以你说我反复 你说我言行不一 你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真的说了我很多事情 那姑且不叫抹黑吧 那我也想请问一下 马主席 如果我们在很多的政策 跟很多的思考上面 朝正面去改进 朝正面去改变 这应该叫做一种进步吧 不应该说是一个言行不一 或者是说是一个反复 如果是反复 我倒要问一下 马总统 你在90年代 你是反对总统直选的 可是2008年 你是总统直选最大的受益者 所以我觉得这是你要 用怎么样一个领导人的心态 来看这个问题 而不是你的文宣部门的心态 来看这个问题 民进党的不分区的有些人 他没有刑事案件的定验 司法还在审判当中 你不能够就进行的说 他们是犯罪的 这个我倒是不能沟通 请蔡英文女士提问